高昂的油价一直让加州民众头痛不已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油价又在不断地上涨 标志今年的最高点 几乎达到了去年夏天的价格 对此 美国汽车协会AAA的发言人表示 油价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油的供需不稳定 另外 夏季的各种极端天气也导致油价飙升 周二 加州一家轮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5.26美元 比全美平均价高出1.4美元 与一个月前相比 油价上涨了37美分 比一周前上涨了9美分 其中 莫诺县油价为6.07美元 全周最高 洛杉矶5.36美元 旧金山5.24美元 目前 加州油价稳居全美之首 加上7月份新调涨的58美分汽油税 让不少民众较苦连连 我觉得我抽大概加买110左右 有一周估计得加一次 我们现在都有考虑要换一辆电车了 在全周油价上涨之际 民众可以通过及时保养车子 来提高燃油效率 同时 驾车时不要忽快忽慢 也可以帮助省油省钱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佳音 刘佳佳 在洛杉矶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